人家们万分紧张地打开了其中一个棺盖 结果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有三个棺啊 三个一棺都是六个 这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江西南昌惊现一座超级大墓 一幕六棺轰动事件 其中六口棺材摆放整齐 墓主人竟然是埋着一个大人 五个小孩 令专家不解的是 古墓在地下深埋两千年 墓内积满清澈如泉的清水 里面的陪葬品以及海骨清晰可见 而更让人觉得意外的是 古墓是处在另一座古墓的下方 上一座古墓距离下一座古墓 相距也有两百年之久 难道是古人为了防盗 特意在古墓下方深埋自己的墓穴 而距今两千年的古墓 大都是属于我国东汉时期 汉人是死如是生的理念 常常会把半个家当作为陪葬铁 深埋在地下 所以说 汉墓十墓九空 也被后人作为盗墓最佳对象 那么在江西南昌 出土完好的东汉古墓 会不会出土令专家意想不到的器物呢 和惊喜的考古发现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座六墓之谜 可以说南昌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要规划城市建设 在2018年年初 南昌象山湖一处蓬户区改造的过程中 施工队在打地基的时候 挖掘机一产子下去 就把深埋在地下的青砖给撬了出来 隋带还挖出了许多陶器 有经验的挖机师傅 立刻明白自己挖到了什么 停下手中的家伙是 并向当地文物局反映情况 得到消息的考古队 带着专业设备来到公立 考古队清理出青砖和淤泥 不出所料 真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墓 距今也有1500年 但古墓已经破败不堪 没有考古价值 就在这时 一位细心的考古人员发现了端倪 古墓表面的风土和内部的风土 有很大的区别 不仅颜色有区别 就连成分也不同 于是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试探性地往下挖了我 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 原来在古墓的下方 又出现青砖 这些青砖不仅橙色完好 而且摆放规则 原本以为是废弃古墓的目的 但实际却是又一座古墓的目的 这让原本扫兴的专家再次兴奋 完全除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它不是残墓 而且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残墓的目的 而是一个墓的顶部 而且在这个墓的顶部是砖的 在砖下面还有完整的果墓 可以说 这在中国考古界都是一项新发现 墓中墓最令专家高兴的 不仅仅是发现了古墓 还在新古墓的青砖下 发现巨大的石心枕墓 作为盖住棺果的盖板 按照当时古墓规格来看 这样的墓主人可不简单 非富即贵 当专家利用重型机械 将盖板调离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古墓中的棺果不是一口 而是齐刷刷的摆着大小六口棺材 人家们万分紧张地打开了其中一个棺盖 结果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江西南昌惊现一座超级大墓 一幕六关轰动世界 其中六口棺材摆放整齐 墓主人竟然是埋着一个大人 五个小孩 令专家不解的是 古墓在地下深埋两千年 墓内积满清澈如泉的清水 里面的陪葬品以及海骨清晰可见 而更让人觉得意外的是 古墓是处在另一座古墓的下方 上一座古墓距离下一座古墓 相距也有两百年之久 难道是古人为了防盗 特意在古墓下方深埋自己的墓穴 而距今两千年的古墓 揭开盖板 工作人员用手 在淤泥中摸索出六具棺果 大家都知道 火锅古代常盛行夫妻同床 死之同学 在许多古墓的墓坑中 可以看见大小不同的两幅棺材 但在历史上 还没出现一个家庭 六个人同时暴亡 同时下葬 难道这是古代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妾们 这给当时考古人员一个大大的惊讶 为了找到答案 专家经过几天的清理 终于把整个古墓的淤泥清理出来 墓室展现时 古墓是六关 一大无小 只不过棺果也有隔间 也分为四居士和两居士 正所谓埋葬方式蹊跷 让人找不到方向 墓主人为何要选择六人同时下葬 埋在一个并不算宽敞的环境中 你要有钱人也不至于会这样做 为了揭开谜团 考古人员只能将棺木打开 而第一副棺果被打开之际 棺果内满棺的清水 让考古人员震惊 为何在地下深埋两千年 水质轻如山泉 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的骸骨 核丝支撇 江西南昌经现一座超级大墓 一幕六关轰动世界 其中六口棺材摆放整齐 墓主人竟然是埋着一个大人 五个小孩 令专家不解的是 古墓在地下深埋两千年 墓内积满清澈如泉的清水 里面的陪葬品以及海骨清晰可见 而更让人觉得意外的是 古墓是处在另一座古墓的下方 上一座古墓距离下一座古墓 相距也有两百年之久 难道是古人为了防盗 特意在古墓下方深埋自己的墓穴 而距今两千年的古墓 揭开盖板 工作人员用手 在淤泥中摸索出六具棺果 考古人员对古墓的陪葬品进行挖掘 在淤泥中清理出十个做工精美的陶制品 和一些东汉时期的铜钳 以及类似各种动物类型的陶勇 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陶器打造的猪圈陶狗 而这次出土铜钱中 还有王莽十七的货钱 为了找到真相 专家继续开启其他棺果 但在最大的棺木中 又出土了宝剑和梳子 这让专家怀疑眼前的事实 宝剑是古代男士的陪葬品 而梳子只会是女人的器物 为何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会一同出现 经过专家对古墓的继续开挖 在墓主人的陪葬中 陆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用品 金戒指 金项链 以及铜镜等女性用品 而另一边专家对墓主人尸骨的化验 也得出墓主人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为了证明这六口棺果的真相 考古专家特意找来医学博士 对这六具尸骨进行化验 结果证明紧挨的四副棺果是一家人 而一墙之隔的两父则是营养不良的疏童 虽说可以确定骸骨的性别和年龄 但在古墓没能找到墓之名 也就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但作为高贵身份象征的墓主人 不仅在墓中出土了陪葬品 还在其遗骸下出现了北斗七星图案 这足够确定女墓主的身份 在古代北斗七星图案 可是等级高贵的皇族才能使用 那么这具女主人到底是哪位皇族呢 就需要后人进一步研究发现